在川普当选总统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假新闻这个词出现在主流媒体中 从那时起 川普总统频繁地通过推特 指责美国几家大媒体刊登假新闻 虽然大多数报道是准确的 可是也有不少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那些所谓的假新闻是从哪里来的呢 欧洲小国马其顿似乎是假新闻的中心 最近的一则假新闻 以川普总统签署马其顿免签证政策为题 在马其顿引起不小的波澜 我们的记者询问了 马其顿驻华盛顿大使馆是否真有其事 无幸的是这条消息不是真的 很多人给马其顿驻华盛顿大使馆打电话 证实这条消息的真假 目前这个决定不是真的 是所谓的假新闻 乔治华盛顿传媒学院主任弗兰克塞斯诺说 社交媒体是邻里之间茶余饭后闲聊的现代形式 不过影响要大得多 假新闻并不是人们不喜欢的消息 假新闻不是耸人听闻 假新闻不是拙略报道或者偷懒 假新闻是虚异的制造不准确 虚假和误导性的报道 他说假新闻到处都有 大家都有责任来辨别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真的 社交媒体公司也一样有责任 谷歌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公司必须要发挥作用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假定所有信息都是可信的中立的信息渠道 如果他们传播仇恨言论 如果他们传播欺骗新闻 他们就要承担一定责任 现在他们承认要采取措施 塞斯诺建议 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对可能不实信息的来源进行事实核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